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章我给大家讲解了大量的TypeScript的基本语法内容 这一章我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们去写一个项目 通过项目来巩固之前我们学的知识点 我们依然使用之前的Node爬虫的项目 对这个爬虫的项目做一些改良 所以大家可以打开Node爬虫那一章的最后一个小节的代码 这里我已经把这小节的代码放到了桌面的TypeScript的木 大家可以找一下这块的代码 然后在编辑器里把它打开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会有crawler.ts文件 delanalyzer.ts文件包括tsconfig.json这样的东西 那还记得当时我们写了些什么吗 我们打开package.json来看一下 当我运行npm rundv的时候 它会对ts文件进行编译 生成build目录下的这个js文件 然后会去通过node mount去运行crawler.js文件 去爬去我们网页上的销量的内容 这块呢 delanalyzer是具体网页内容的一个分析工具 而crawler呢是主流程 之前我们的这个项目写到这个程度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的爬虫什么时候运行呢 是不是每一次我修改文件的时候 我的爬虫会运行一次啊 但真正的一个爬虫项目肯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一章呢我们希望把它改成一个真正能够应用的项目 我们首先呢通过express来搭建一个服务器 然后定义几个接口 这些接口呢可以让我们去爬去我们网页上的销量的内容 同时也可以把我们之前爬去的一些销量的内容 返回给用户 所以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块的内容 那么 首先 我呢在src目下去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ts文件 然后对package.json做一些改写 首先呢我先看一下tsconfig.json这个文件 大家会发现 它的altdir是build模式 但是rootdir呢 之前我并没有改 所以rootdir我改一下把它改成src目 这样的话呢就更精确一些 原代码都在这里 接着我们再来看index.ts文件里面 我们写一个console.log 123保存一下 之后我再点开package.json 现在呢我想运行的就不是corder.js了 我现在corder.js的代码 已经写的没问题了 其实呢我现在要写一个服务器 通过express去开启一个服务 然后呢让用户可以在游览器上去访问到 我这个服务器上的一些接口 这块呢我的这些代码会写到index.ts文件里面 所以呢我运行的时候要运行build幕下的index.js文件 当我去运行tsc-w的时候 它会编译src幕下的三个文件 当然也就会生成一个index.ts文件对应的index.js文件 我是想运行那个index.js文件的 改造这里我们点开控制台 我把它稍微的放大一点 我们一起来看 称下屏 好我运行 这块我把它放到这 npm run dv回车 它会说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问题在哪 我们打开corner.ts 发现这块其实都是报错的 这是因为我package.json里面 安装了一些e-line 比如说这些其他的bar 但是现在呢好像这bar 我并没有进行安装 那很简单怎么做呢 我运行npm install 先把e-line都给装好 e-line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运行npm run dv回车 大家可以看这个时候 它会报错 说index.js找不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重新再运行一次 我先退出这个控制台 重新再运行一次 123实际上是会被打印出来的 之所以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报错是因为大家看我的这个命令了 我呢通过concurrently 并行的去执行编译和 index.js运行的过程 那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编译还没完成的时候 load mount就开始调用 这个index.js让它进行执行了 所以如果编译还没有完成的话 那么你去执行index.js 它就会报index.js不存在 这是为什么第一次我们运行 npm run dv它会报错的原因 我清一下平 我关闭一下这个执 我们再来一次 先把build的路下的index.js 给它删除掉 说明了这个时候 我index.js还不存在 那么当你运行npm run dv的时候 大家就来看了 我先去运行tsc-w 同时也运行node index.js 去运行这个index.js文件 因为现在你build的路下 并没有index.js 所以你要等它编译完再运行才行 那现在没有 我直接运行npm run dv 它就会提示错误 那想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dv前面 再加一个tsc and and concurrently npm dv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 当我运行npm run dv的时候 首先我先运行一次编译 等编译结束了之后 我才观察文件的变化 重新编译 然后再去运行index.js 这个时候大家想 我先去编译一次 就能保证index.js已经存在了 那么不管你去运行tsc-w 还是运行node mount 通过node执行index.js 都不会报错 因为它已经通过第一次的tsc执行 存在了 所以这块的报错就没有了 当我这么去写我的npm scripts的时候 我们看我现在把build.js的index.js 再进行一次删除 然后我清一下平 重新运行npm run dv的时候 它就不报错了 直接123就能打印出来了 所以这块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好改良好了之后呢 我们继续去编写我们的代码 这个时候我写成1234 大家就会发现 这块就会输出1234 因为只要变化 它就会重新编译 那么下面我要用express 去构建一个夫妻 那么我就需要在我的项目里面 去安装一个express npm install express 刚刚save回车 express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先把它 我们看一下 清一下平安 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写代码 一会儿我们再启动 我们的npm run dv 因为现在没有代码 启动它也没用 那我要用express 首先呢我要 import express from express 它会报错 手标放在上面 它说我们的类型注解文件 没有去安装 所以我们去安装一下 这个类型注解文件 那通过这个提示 我们也可以明确的知道 其实express并不是用type script写的 它是一个gs写的库 所以你需要安装这种类型注解文件 帮助ts去理解 express这个库里面的gs代码的内容 我们安装到dvdependencies里面就可以了 安装好了之后 它就不报错了 那我们呀 用express写一个最小的应用 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叫做app 等于express 这个代码呢 大家如果写过express的话 应该非常的熟悉 然后我们去写一个get方法 去定一个路由 这里面会有路由的一个回调方法 它会接收到req request 还有一个response 一般来说我会把request 简写成aq response呢 简写成res 然后呢 我们使用req s.send 我们返回一个内容 叫做helloworld 保存 接着我们再启动一下这个服务器 怎么启动呢 app.listen 让它启动在某个端口上 我们可以启动到7001这个端口上 这是一般 后端常用的一个端口 或者3000都可以啊 建议用7001吧 然后有一个会掉 当服务器启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控制台里面输出一个 server is running 写完了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这个时候就可以运行npm 在这里 文件run tpv了 回车 我们看一下 ser is running 那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打开7001这个端口啊 在这里 我可以 进入到一个7001的端口 这个时候 helloworld就打印出来了 那我们呢 就通过这个语法 借助type script 写了一个helloworld 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代码 但实际上大家看 req res 这种函数 我们说 在type script里面 一定要给它写这样的 类型注解 那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其实req和res 都是express里面 对应的这种类型 那我们想看 request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 type script对应的类型呢 我们可以按住compand键 然后点一下express这个 子不串 它会让我们进入到 express.doin的这个index.d.ts 这个类型描述文件里面去 我们点击进入啊 就是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找一找 其实类型描述文件呀 或者类型定义文件 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了 express里面的各种方法呀 或者各种属性参数啊 怎么去用 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request 我们去搜一下这个request 我们找一下 request它继承了一些东西 然后呢 又继承了核心的这个request 然后其实里面应该还有response 确实有response 然后导出的时候 你可以看啊 它也把response给导出出去了 当然它一定也会把这个request 给导出出去 所以呢 这一块 接口的请求和返回值 其实在express的这个类型 定义文件里面 都有去定义它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类型 怎么用啊 我们去引入request这样的一个类型 和response这样的类型 然后request对应的类型就是request butresponse 对应的类型就是reesponse 使用了这个类型注解之后呢 大家看我再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些提示 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保存一下 那我们可以再建两个路由啊 比如说get data 那我send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写byword 保存 回到浏览器 刷新 当然这块我要去访问get data这样的一个接口地址 回车byword就展示出来了 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代码 去写在这个index.ts文件里的时候 那其实可能这个路由信息就比较多了 所以一般来说 写后段node代码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router.ts 这样的一个文件 来定义路由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可以定义一个router.ts文件 那我们express里面 怎么去定义路由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使用router这样的一个 类就可以了 import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router 等于new router 其实这里不需要new 它就是一个生成路由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块直接用router去执行它就可以了 那定义路由之后 我可以这样 router.get 然后我把刚才的这块路由的代码全都复制出来 粘贴到这里就行了 只不过前面的这个appu改成router 那这块reqres的都有问题 我们这么做 我们这样来做 request 都好 response 保存 它就不会报错了 然后我们再export default 把我们的router 导出出去 有了router之后呢 我们在index.ts里面 就没必要使用这些路由了 或者说没必要把路由写在这儿了 我们要引入这个路由 import router from 当天屋下的router 保存 然后我们用app.use的这个方法 去使用这个路由 就可以了 保存好了之后 service training正常还是在启动 然后我们回到人览器上刷新 buy word依然正常 我们防止跟路径 hello word也正常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可以去改一下这个路由啊 到router里面 我们改一个hello word tend号 再一个tend号 buy word也加一个tend号 我会加一个add号 保存 回到人览器刷新 hello word 然后get data 回车 buy word add 那符号也出来了 那么实际上 通过这样的一个编写呢 我们就构建了一个最简单的 express的服务器 同时使用了两个路由项 那其实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这么去做啊 我们可以引入这个caller 看一下 这里 它需要使用这个caller 需要使用 analyzer 我们看一下这怎么做啊 我们可以这样 在router这里 我们引入 port caller 下游 w from 当前部的caller rts 文件 这些写就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这块我写错了 caller 它会爆caller呢 没有被定义 我们点开caller.ts 实际上 我们有这个caller这个类 但是并不能把这个类 导出出去 我可以在这儿 把这个类直接导出就可以了 desport default caller 保存 然后index.ts里面 sorry router.ts里面呢 就不会爆错了 那以为router之后啊 当我访问根路径的时候 或者我访问getdata 这个路径的时候吧 首先呢 我可以caller 去创建一个new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吧 newcaller 那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打开caller.ts 之前我们是定义了一个secret 定义了一个url 然后把它粘贴过来 定义一个secret 定义一个url 保存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还要 这个使用一下 delanalyzer 那么我把delanalyzer 也引入到 我的router里面 在caller里面 就不写这个delanalyzer 然后这里面 我们直接这么写就行 把这两号代码 也剪切一下 放到router.ts里面 保存一下啊 我们说 send叫getdata success 保存 保存好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来看啊 首先data 现在caller.ts里面 保存一下 看一下它的数据结构 一共有两条数据 当我再去访问getdata的时候 我刷新啊 getdata.tsuccess 然后我回头来看 caller.ts里面 翻到左侧啊 大家看有三条数据了 然后再刷新一次 再格数化一下 有四条数据了 每刷新一下接口啊 我们都可以再去 获得一条数据 这是不是更加合理啊 之前我们说 我们必须得怎么做啊 自己去运行一下 弄得的代码 去取一条数据 就不太方便 现在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在浏览器上 运行一下接口 就能去拿一次数据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节课呢 做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大家加油